剛剛的程式放在這邊 其實基本上就是 DIV 像H4 small這些標籤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放在Find All Find All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不只一個的話 因為有68個 你就用Find All 那如果說只有一個的話 那你就用Find Find All的話呢 回來會是一個串列 Find的話呢 回來就不是串列 是一個文字 一個字串 所以其實這兩招大概就足夠 我們大部分的應用了 就有同學會問說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 像Sulate 或者是什麼 我發現其實那些方法 跟這兩個Find All 其實蠻有些重疊的 所以如果重疊的話 那幹嘛一下要學兩個 學一個就夠了 這樣比較簡單 就這兩招 主要是配合什麼 配合你要知道哪個標籤 然後呢 另外就是說它的class 如果有class名稱 我就抓class名稱 如果沒有class名稱的話呢 那我就可能再用別的方法了 OK 那比如說呢 再考一下各位 就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抓什麼 也是像這個網頁好了 反正這個網頁就蠻好用的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那個About Us這邊 底下這些文字幫我把它抓下來的話 抓的話不是叫你用複製喔 OK 那你用複製貼是很快的 可是我現在如果希望 我要把這些東西 這個裡面的文字抓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我就只要抓這個喔 OK 那首先當然一樣 觀察一下 觀察哪 那特別說 如果只要抓一個的話 一個 那所以特別之後 那我就用fine就好了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 剛剛好可以抓到這些東西 那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怎麼按右鍵 選舉的按右鍵檢查一下 看一下這個東西它放在哪個裡面 所以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出現的話 它會幫我檢查 檢查之後你可以發現 它是放在這個區塊裡面 有沒有 這個往下捲動 可以這樣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區塊 它是放在什麼呢 放在一個DIV 所以你會發現 它是放在這個 外面實際上是有個DIV的 那DIV的話實際上 就是一個板塊的意思 OK 這個板塊 所以這個板塊的名稱 你會發現它停在這裡 那如果你看到P的話 有沒有 P就是一段 一個段落的意思 一個P有沒有 這個的話就是一個段落的開始 一個段落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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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設備注意 P 另外可能還蠻常見到類似的就是BR 有沒有 如果BR的話 多半都是指一行 一行的意思 這個是一段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都是蠻常見到的一些標籤符號 還有DIV 也就是在這個DIV裡面 我有一個段落 那個段落就指的是這裡面的東西 如果我要抓的話 特別是它現在停在這個P 當然如果你現在要抓P 你會發現 這個P在 因為段落呢 假設Ctrl F 比如說我要找 找這個這邊裡面 Ctrl F 如果我要找什麼 找那個P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P應該抓到的東西 應該是 總共幾個段落 它有四個段落 OK 這個是第四個 這個剛好是第一個P 這個範圍裡面的P 所以其實找P也許可以 但是它有四個 那你就找四個裡面的第一個 把它抓回來 這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 如果你覺得 它這個P的特徵太不明顯了 那你可以什麼 再往上找 找它的上一層 它的上一層是什麼 上一層是DIV 那我也許就先把這個DIV 這個DIV特徵比較明顯 因為它DIV的後面還有一個class 叫什麼呢 叫那個Custom OK 那我們就什麼 把這個名稱把它抓下來 所以第一步 不過你也許再驗證一下 假設這個class 我要確認一下說 它到底有幾個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也是一樣 把這個上一層的 這個名稱 把它Ctrl C 然後習慣是Ctrl F 在這邊貼上看看 有兩個 這邊還有一個 有沒有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理論上 這邊應該是有兩個 那兩個你要 如果像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兩個 假設它剛好在第一個的話 那Find的話 一定就Find到它 不會Find到第二個 OK 所以其實這邊也是可以用Find來完成 我們來試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我知道 它的這個DIV是這一個 它的class是Custom 所以我如果要抓這個裡面的文字的話 第一步 其實也是固定的規則 把剛剛的程式怎麼樣 留下前四行 底下的JH先註解掉 Ctrl加斜線 然後從D5行開始 把它Enter一下 那拿這個來改 又加一個S 因為Find的話回來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為什麼 拿這個來複製改比較快 然後我就Find不要FindAll 然後我就什麼 FindDIV 然後後面的話是Custom OK 這個幫我把它找一下 那把它Print一下 我看一下Print Print S 當然你會發現 Print它之後的話 它裡面 就幫我找出來 是不是這裡面的字 是耶 有沒有 這個也會找到 這也會找到 那如果說我要找到 這個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什麼 在Find後面加一個.test .test 就是裡面的字 不要給我這個標籤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那就剩次了 但問題 問題好像沒完全解決 但是已經很接近了 剩下什麼呢 這邊好像前面有一些東西 如果我要把它拿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什麼 要Ship 可是問題 這邊應該是會有一些 要把它去掉的 所以你可以什麼 用點什麼呢 點Strip 還記得Strip Strip就是去掉頭跟尾 你不要的東西 那Strip什麼東西呢 我要把什麼 反斜線N去掉看看 它好像換行 我們現在換行去掉看看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好像不動如山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反斜線N 它是什麼 對 對 其實跟各位講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有沒有 微軟 ASP 單內置 這個是微軟的技術 所以微軟它習慣換行 它Linux 都是用反斜線N就好 但它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它什麼 反斜線R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我再加一個 反斜線R 試試看好了 所以有時候你把它Strip 奇怪什麼去不掉 換一個看看 你看 有沒有發現 去掉了 那再來的話 還有前面的空白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點什麼 再點Strip 其實它這個可以一直串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一個變數 再去串 可以寫很多行 如果你懶得寫 我的習慣就一直串下去 沒關係 它是很好的 可以一直串下去 所以後面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Strip Strip什麼呢 前面還有空白對不對 所以你就再把空白拿掉 把它執行 有沒有 這一串就被我抓下來了 有沒有 城市只有幾行 城市只有兩行而已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所以其實爬蟲 不一定說 怎麼講 一定要很複雜 我就覺得主要就是什麼 你要看到你要抓的東西 你已經確定了 然後再確定說它的數量對不對 如果數量剛好在 我剛好講有兩個嘛 它在第一個的話 你用Find沒關係 因為Find一定只會Find到它第一個 但如果你要抓的是第二個的話 那你又要Find all 因為要兩個抓第二個回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試試 再來的話就是說去掉整頭 有沒有 Strip 去掉它的空白 這樣的話 輸出結果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變化一下 其他的話 其他的話 你也可以再練習看看 你 常 看的網頁 有沒有哪一些東西你想要抓的 你也可以試練習看看